有出国发展事业的机会 但可能因此与伴侣发生冲突 另外一半可能不想出国 也不想让你去 可以从长远发展和利益方面来说服对方 财运好 升职加薪 增加金钱的收入 水星逆行回摩羯 对所有上个月没有处理好的职业规划 考评等相关事情 可以借这个机会重新进行审核与处理 一些人事架构及职业发展计划 也可以在水星逆行回摩羯的这段时间重新完成 木星在处女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 针对一些生活习惯工作细节 社会医疗劳工方案等事项 暂时停下来进行回顾和评估 而逆行的水星与木星处于和谐包容的位置 可以提升我们的学习沟通表达能力 并让大家有机会放慢脚步进行思考与回顾